像这个应该是近块的 这个叫热狗知识棒 白天上班晚上是吧 摆摊 这点辛苦钱 最便宜的是一块钱就可以吃是吧 素菜都是一块钱 素菜都是一块钱 炸一下就可以吃 这晚上的烟火气已经出来了 现在人们都陆续出来逛了 下班了下班了 面糊杂碗还是蛮受欢迎 它原来随处可见 两种口味自然辣椒 这是裹的一层面糊 面糊杂碗技术是不是去学了 你自己研究的 厉害厉害 看抖音 自己慢慢研究 那你挺聪明 这么多种类自己研发出来了 省了一笔学会 而且还做得这么有模有样 你是妈妈是吧 母子鸟 晚上百叶摊 假如有人找你学的话你教吗 大家看这小哥生意是真的非常不错 我还真是第一次吃面糊杂碗 以前路过就觉得这些东西太寻常了 是吧 好像没啥可吃的 但其实这些才是真正的小吃 哇炸菜可以啊味道 可以啊小伙子自己研究了 对对对 他家那个辣酱 刷的那个辣酱特别好 这边是热炉小酱 这边就是炸串 他俩是挨着的 然后这边是蒜牛肚蒜牛皮 蒜牛肚蒜豆皮 这三家孩子的 平时都是互相吃 互相吃 都不容易 这都很辛苦确实 好吃 你尝尝 我们大同的 大同的 你们是大同炸饼 大同炸饼 你们是大同人是吧 大同炸饼 对面吃起来 提论 practices 这鸡排是怎么卖的 五块 纯肉鸡排 纯肉鸡排 对一点面都没有 年糕是咋卖的 两块钱 还有一种更好吃的吃法 你说 分享一下 就是把这些菜 然后都炸一遍 然后还加一个肉 加一个盛 然后炸一个饼子 加的饼子 哇塞 一看就是专业的吃货 你也可以试一试 够了够了 我已经吃饱了 哎呀厉害厉害 这是老顾客是吧 你看点的点的这么多 哇塞 这是你一个人饭量吗 不是 一家子 一家子 你们晚上一家人吃这个 嗯 这还有是吧 可以 他这一共花了多少钱 它上面有 一个 四五十 四五十 那平时穿的话就是 白天就是你 你和你儿子穿 在家里 他上面你穿 你一个人搞这么多 你这量它真的太大了 在他家一些特色的长辣 这个饼子是特别好吃 这个饼子真的是很 很难碰见 然后这个是炸鸡排 刚才吃的一下特别香 就是满满的肉感 面糊除了面 还有其他吗 玉米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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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垫 白面 白面 还有鸡蛋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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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香蕉是多少钱了 五块 来来来来第一次吃这个炸香蕉 真的是第一次吃 还没吃过 这要炸呀 这要炸呀 一种莫名的好吃 我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美食主 炸香蕉 到今天才第一次吃